Pieter 我想要會飛 下輩子想要成為一棵樹 我想跟我爸叫換 我想要真的完整的感受一下他感受的事情 嗨 大家好 我是Pieter樹 我今年32歲我喜歡透過旅行觀察人事物 在我19歲的時候開始當起背包客 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旅行帶給我的憧憬 再過幾年之後呢遇到父親生病 休課然後就進到家務病房 我那時候在美國工作然後又可以旅行 那這是我的夢想 我沒有想過說我突然要面對這一切的時候 我就不知道我自己現在是什麼狀態這樣子 因為醫生一直說你要 護士也一直說你就多跟他講話 他也許他聽得見了 也許講一講也會辭窮嘛 所以我就開始講一些這幾年發生的事情 結果後來我在講的過程我才發現 天啊我從來都沒有跟我爸分享過 我這幾年旅行遇到的這些很好笑或是很感動的事 我看著他的臉龐我就發現他老了好多喔 突然你才會意識到他老了 然後我就講一講我就開始流淚 我爸是一個外表看起來也很嚴肅的人 可是他內心其實是超級溫暖 所以很多事情我不敢跟他說 我只敢跟我媽講 然後一直到我高中畢業 那時候我才真正認識我爸 然後跟我爸的關係才變得稍微比較近一點 後來就開始背包客了 所以我實際上真的有好好跟我爸坐下來 像個朋友一樣聊天的時間 可能加起來就是一兩年的時間 我覺得這幾年我感受最深就是 如果我們現在都要有意識到這件事情 我們可以多花一點時間陪伴身邊的人 那我覺得你就盡可能去陪伴他們一下吧 其實只是你一個月多花個一兩天去陪伴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種方式 我父親生病除了休克比較常 他後來醒來了 那確實他的身體上面的一些機能有受到影響 因為那一場生病讓我對人生有一些改變 然後也寫下了我第一本書 那也許因為寫的都是很生活類的事情吧 所以大家可能也許會 剛好他最近也發生這樣的事 有產生一些共鳴 然後大家就會把它變成是一個好像是金句 但我覺得也不算金句 就是我在生活中觀察到的一些事情 我可以把它給寫下來這樣子 靈感其實是從生活中 跟朋友聚會啊 或是我跟家人去旅行 或是我自己去旅行 然後我就會默默的都不講話 然後一直看一直看 然後我就會開始幫他們編一些劇情啊 我就會想像如果今天我是他 我的心情會是怎麼樣 我超討厭說再見的 我超急 因為我們會覺得告別 它就是一件事情的結束 但我覺得它其實不是句點的 我一直後來發現才發現 它是一個逗點 我以一個旅行的狀態來講好了 也許我到這個 到這個國家或城市旅行 我結束之後 我要跟他道別 我就會覺得我這輩子好像可能再也不會來了 所以我會覺得很感慨 可是我後來想想沒有啊 我在這個地方所學到的事情 他所告訴我的事情 是我可以帶著一輩子 然後繼續我的生活 面對人其實也是 道別之後我可以把他所告訴我 所教會我的事情 帶著繼續好好的活下去 我覺得這個是我可以試著去緩解 我遇到這件事情 我的難過的情緒 每個階段流下的眼淚不太一樣 我覺得以前年輕一點的時候流眼淚是因為 可能是因為你很想要這個東西 但你要得不到 我漸漸理解就是 很多事情他該走的還是會走 所以我的眼淚是 我理解這件事我懂 故事還是正在繼續 那一個先離開的人 其實他只是化作另外一個型態 繼續陪伴你 繼續往下走